跟大家做一个很特别的菜, 这个菜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没得输的, 实行的, 不过就是有一个条件, 想你看清楚, 有没有人喜欢吃芝麻糊的呢? 全部举手下, 做一个很特别的芝麻糊, 现在我们去甜品宴吃的芝麻糊一定累死你, 因为它有白糖,它都不知什么芝麻, 还有它煲过, 芝麻糊是煲出来的, 那什么都没了, 现在我们做一个食生饭的芝麻糊, 其实很容易, 你用芝麻糊就行, 你用个鸡蛋就行, 不过我今天就不是用芝麻糊, 芝麻糊不加芝麻, 玩哪科呢? 世界上有一个叫芝麻酱的, 现在我就是用黑白二度, 有黑有白, 黑芝麻白芝麻, 这个就不用看了, 一看就知道了, 黑芝麻, 这个就是白芝麻, 你们撕了牌, 我们要卖一下广告, 这个是我们长期的热卖的产品, 就是芝麻怎样有益不用介绍了, 不过你没想过是这么好味道的, 就是超简单, 将两种东西倒下去打一下它, 加点甜味, 就是这样, 是不是很正? 那有巧妙的, 现在看着了,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 所以我就要加很多了, 现在开一瓶新的了, 没夸张的了, 真材实料, 刚刚开出来的, 讲下这瓶东西先, 这瓶叫做Tahini, Tahini T-A-H-I-N-I, 就是墨西哥他们那边的芝麻酱, 我加了一瓶, 哇,不惜功本, 好了, 等你都可以心目中有个比例, 现在这儿呢, 我就加, 哇, 把它混合, 加多少呢? 你自己决定的, 你想要是什么效果, 通常我就是白芝麻多点的, 黑芝麻苦点的, 哇, 那你看到我这儿这瓶, 已经倒了八成, 那一瓶就倒了的了, 差不多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呢, 还要加料, 还要加料, 加什么料好呢? 就是, 这个是选择的, 可以加可以不加, 不过呢, 你要追求一些很满足的效果, 又滑又香甜, 就加些, 加多少呢? 你自己去决定浓度, 你要它就稀了, 所谓, 不加都可以的, 加香蕉都可以, 如果是早上吃, 你不想那么饱饱饱饱, 可以加香蕉, 那只, 苹果那些都可以, 如果不是, 正常, 我都是加一些果仁, 果仁呢, 通常我们吃到的呢, 就是有盒桃, 有腰果, 是吧, 还有杏仁, 但是呢, 从食生的厨艺来说, 这个腰果是最受欢迎的, 因为它很滑, 有甜味, 我现在就加甜剂了, 就加椰棗, 一般来说, 如果是打一般的饮品, 就是小甜就一粒, 中甜就两粒, 好甜就三粒, 这个是一粒来的, 我是去了晕的了, 记得去晕, 就看到, 然后呢, 你又可以选择, 就落少少咸咸下去的, 就是我现在落黑盐, 黑盐的味道是很强的, 很霸的, 所以这千年不要多, 现在看到呢, 我只是落那么多土, 已经很多了, 好, 然后就加水, 就是这样了, 平时你自己做芝麻糊, 都要煮水, 又要煮轮, 这个就很快了, 现在说十几秒钟就搞定了, 那来啦, 好,开始。 你一路做的时候呢, 一路就是给一些祝福下去, 加一些能量下去, 如果你念什么咒啊, 或者什么呢, 你知我听到一些那么痛苦的声音呢, 其实是很兴奋的, 你不想的话就加多一点点水, 不过通常都见夜养时的那个习惯呢, 就是不要一次过下那么多水, 分开几次下, 那么就好, 现在不同点声音啦。 噢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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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现在先讲个秘密你听, 我们做这个甜品很健康, 很有营养,好什么好什么,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很贵, 这张东西百几二百元, 这张都是,可不可以查一查里面多少钱, 这些价钱我记错,可不可以? 我没有记错就是百六元, 正如我一倒了这儿下去, 就倒了三百元, 但我是预备做十五份, 即是每人是二十元成本, 二十元成本,正在这儿, 还未计这些其他, 如果你计三十元成本, 我就要卖二百多元一杯,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 你可以买些很便宜的芝麻, 不过这一个, 我去买便宜食, 你想给一个好印象你的VIP贵宾, 或者是多少钱, 这个是二百六十八, 这个是一百二十八, 所以现在每一杯成本是三四十元, 还是半杯而已, 所以这个当你是贵宾, 不惜公本。 你听到这样的声音, 即是差不多可以了, 现在做好了, 试一试未先, 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全部这些, 这个有一个特征, 就是你长期放在家, 放一年都无事, 即是不用特意买这些, 焦肉牛就等熟它, 买个牛油果, 又要等到第几天才能吃的那些, 明白吗? 这个好处就是, 你多少人踩上来, 二十人踩上来, 我马上就做到了, 对了,非常之好, 好, 来得, 现在就有空回家自己做, 你做不用那麽大规模, 不用落那麽重盘, 但是其实你想想, 你去Starbucks, 几十元一杯咖啡, 几时有人喊贵, 这个吃下去真是有益的, 你吃下去真是好味的, 你拿到那个好感, 几百元都拿不回, 好,多谢, 拜拜,